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6月4日他因纪念六十二十五周年而遭到当地警方的拘禁 2015年7月张海涛被捕 2016年1月15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19年2017年12月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带着他的儿子曼德拉逃离中国 就是话题我们连线专访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下面有请李爱杰 李爱杰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想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的丈夫张海涛 我其实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 在认识张海涛之前 也是一个生活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的一个人 尽管自己的生活也挺苦的 也不尽如意 但是看了CCTV 觉得岁月一片静好 在认识张海涛之后 我的三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海涛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话题 他也给我讲了很多次就是人活着要有理想 不能像猪一样活着 其实海涛被抓之后 很多事情让我彻底的颠覆了我的三观吧 有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说在我这一生中 就是难以磨灭的 也是在这一生中 这个恐惧也是难以消除的 那个时候是我刚刚生完孩子第六天 然后我们出院回到家里 结果警察就拿着枪到我们家 就逼着问我们要房产证 当时海涛姐姐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人 我是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产妇 还有一个盈热的孩子 当他掏出枪的那一刻 我的内心真的是太震惊了 就是太恐怖了 真的无意言表 觉得在这样一个口口声声 号称依法治国的一个国家 竟然可以这样无法五天 所以这种恐惧感让我迫使我 尽快逃离中国 虽然我和儿子来到了美国 我就是为了 不仅仅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 好的生活的环境 好的一个环境成长 更重要的是为我的丈夫呼吁 我也不能忘记就是 在中国帮助支持我的所有的朋友们和亲人们 以及中国的底层的老百姓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 被奴役的这样一个国家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我要继承我丈夫的事业 为自由民主努力 也使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基督徒 刘正清律师是一位 就是从事律师的职业生涯的一个 多年的一个律师 他也怨人无数 官方曾劝刘律师 让张海涛 就是认罪可以减刑 但是 我丈夫 尽管遭受了很多的刑循逼供 和酷刑虐待 但他始终不认罪 所以刘律师 他也惊叹与我丈夫 面对19年的牢与之苦 所表现出来的 平静镇定和坦然 我想我丈夫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 内心是如此的强大 他这种力量的渊泉是来自于基督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不理解我的丈夫 第二次 从山下监狱探视他回来 鬼土中 我就忍不住 我就哭了起来 因为 我看到他 就是在那儿戴着手铐 在那儿受苦 然后我们日夜思念 仅仅二十分钟的会面 然后又匆匆的分离 我就 有心疼他 有埋怨他 我说张海涛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为什么 就非要为了你自己的理想 放弃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然后我眼泪横流 就向上帝祷告 上帝把他对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 一一地展现了出来 上帝告诉我 我的丈夫是爱我的 然后日常生活中的海涛 他对我是细心体贴 呵护有加 他会早晨起来会为我做早餐 然后出门总是紧紧地牵着我的手 然后在工作的间隙 他每天至少要给我打一个电话 来就是传递他的关心和问候 有的时候他还会冒充我的客户 来得乐我一下 他对的父母也是极其的孝顺 在他父母生命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感到 感到父母的身边 在他父亲脑梗住院四个多月的时间 随后他父亲又成为植物人 他日夜守护在父亲的床边 为他洗脸 为他喂饭 擦洗身体 翻身拍背 还有清理大小便 不厌其烦精心的照顾 医生都以他为病人家属的楷模 然后领着一批又一批的病人家属 我向他学习 他还积极的 他还热心的帮助访民维权 在我丈夫被抓之后 有一些访民就到我们家去看望我 然后这些访民就告诉我 张海涛帮助他们 就是把他们的这些事情 发布在网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接待他们 就是还会为他们做饭 为他们有些困难的访民 他会就是自己掏钱给他们 就是安排一个旅馆 有些男的访民 他会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家里住 尽管自己的房间也特别特别的小 有一些访民还告诉我 他说当时新疆的国宝 就是曾经就是拿出来一大笔的费用 就是封口费 就是说让张海涛闭口 不要为这些人权什么 再发出声音了 但是我丈夫就是 对这些不为所动 持之以鼻 我丈夫 她在生活中非常的朴素 也非常的节约 她的衣服 可以说没有几件好的衣服 都是穿了很多很多年的衣服 衣服都被磨得发白 甚至有的地方破了 她也舍不得扔掉 而且她吃饭从来就是不到剩饭 所以说我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就是帮助别人 从来不图别人一分钱的利益 她是在95年到新疆生活 直到被抓 她也亲眼目睹了 就是中共对新疆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权迫害 其实她内心也知道 新疆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恐怖的地方 她为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权发生 她也知道会面临很危险的境地 比如说被抓捕 被失踪 被死亡 但是 但是她仍然 义无反顾 因为在她的心中 部分民族 种族 人人 生而平等 所以我的丈夫 我为我有这样的一个丈夫而骄傲 这也是我很爱她的原因 但是我为我丈夫所付出的这些代价 也是很心痛不已的 李阿杰你说了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你们两人都是基督徒 并且把自己的爱心传递给每一个贫苦 甚至受到劣带的访命 确实很不容易 并且张可涛判了这么重的刑 我想像你提的问题是 很多基督徒都不愿意参与政治 他们更愿意在教堂里祷告 在家里祷告 或者读圣经 为什么张海涛这么关心政治 并且愿意付出自己的青春呢 他首先也是读信基督 然后我觉得也是他内心 有一个良知和正义的声音 在呼唤着他 要做工业的事情 尽管他遭受了很多的行刑毕宫 酷刑虐待 还有包括刘正清律师 这个官方劝刑刘正清律师 让他就是认罪 然后就可以减刑 但他始终就是 尽管他遭受了行刑毕宫 酷刑虐待 但他始终不认罪 就是非常坚定地来坚守自己的 理念 的信念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就是 喜爱公 就是因为也是平行公义的 这个心 就是也是信 独信上帝的这个力量 在支撑着他 李爱杰你知道 张海涛的刑期是很重的 因为一般我们看到 没有说能够判19年 是吧 中国的刑期最长是20年 但是他判了19年 判这么重的刑 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呢 他的罪名是 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 能不能跟关注朋友们解释一下 他到底这两个罪名 具体他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这些所谓的自证言论 就是69条微信205条推文 然后拍摄了新疆 乌鲁木齐 街头的13张照片 其实他的这些 他到底发表什么重量级的言论来 就是招致着风领的众叛 他是因为批评了中国政府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批评了新疆的民族政策 以及批评了新 就是这个所谓的维稳 带来的所致的人权灾难 就是一个汉族人 为什么非要去管 看似乎自己毫不相干的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 他们的事情 就是说为这些 他们的 为他们说话 为他们的人权发声 这样就招致了 中共 对他的切齿之恨 从而就遭到了这样 这么重的风景的众叛 其实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不太敢 有些顾忌的 不敢说这样的 就是 他为什么会被这样的重判 现在到了美国 其实我说出这样的话 我还是心有顾忌的 因为我担心 对我的丈夫不利 可以理解 你的心情 其实都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张海涛 现在还在狱中 你不愿意增加他的负担 那么我向你提的问题是 目前张海涛的近况如何 你们之间有联系吗 现在毫无音讯 从去年的四月份 傅希秋牧师带我和儿子 到华盛顿 寻求美国政府的帮助 在美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下 海涛姐姐终于在 去年的4月26号 成功会见到了海涛 但是迄今为止 8月有余 海涛的姐姐给新疆沙亚监狱 打了无数次的电话 仅仅接通了两次 第一次海涛姐姐就问 为什么不让家属会见 为什么不让张海涛写信 然后预防的工作人员就说 你在胡说八道 你在诽谤 诋毁监狱 然后就说海涛的姐姐是精神不正常 你说她预防敌对 然后啪的医生就把电话挂掉了 第二次接通的电话是 去年的12月17号 但是仅仅只有一句话 停止家属会见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就是不知道 海涛在里面的任何的情况 也收不到她的任何的一封信 在此前我们探视她 得知她 就是从2016年12月2号 被送到新疆沙亚监狱 一直被单独关押 然后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 一直被单独关押 不被放风 不能见到阳光 然后我们给她送的圣经 也不能带进去 然后被强迫洗脑 所以现在是 律师也不能回见 家属也不能回见 所以她这些 都是残无人道的一种酷刑 所以我非常担心我的丈夫 我在这漫长的19年 我不敢想象她 能否活着走出去 所以我做了很多次的噩梦 有一次就梦见 有很多次我都梦见 我丈夫被他们酷刑 然后被打得邪入模糊 我在梦中就是几乎昏厥 然后一下哭着哭醒了 然后就是这种 真的是非常非常担忆 我丈夫到底在监狱里面 遭受了什么 新疆沙亚监狱 她为什么不让会见 这么久的时间不让会见 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做一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如果没有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为什么不让会见 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担心 我丈夫在里面 到底她遭遇了什么 确实产无人道 并且对中共的政治犯 对这种良心犯 他都是不择手段的折磨 你想一个人单独关押是非常痛苦的 甚至会出现精神的崩溃 这一个是一种联合国 反酷刑里面 公约里面禁止的 一种非常严重的酷刑 李爱杰里去年12月 带着你的儿子小曼达拉来到了美国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 非常关心你们的现在的状态 你能不能谈谈你现在的状态 你是否还有哪些困难 能带着儿子来到美国 要感谢父母师 对华研究学会 以及川普总统 川普政府 还有所有帮助 支持我的海内外的所有的朋友 虽然我摆脱了恐惧 就是带着儿子来到了一个自由国度 但是美国对于我和儿子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一个全新的环境 一切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 我要带着儿子学英语 要学驾驶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有学过驾驶 对车的方面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学驾驶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在美国不会驾驶的话 就是等于就是没有了腿 就是寸步难行 融入美国生活 这些 其实这些蜕变吧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 我在来到美国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在德州 感谢父母师 对华研究协会 对我们母子一直的帮助和支持 但是父母师和对华研究协会 他们需要营救更多的 就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难民 所以我不能再给他们增添太多的麻烦 我就需要自立自强起来 那么现在我就需要找一份工作 但是如果工作的话 我就需要把我的儿子送到学校 但是我儿子上学的时间 又跟我工作的时间就是不相吻合 那么如果我工作的时间太短的话 就是我也在核算 就是我儿子上学的费用 他们现在上学的费用还是挺高的 然后我们要租房子 这些的费用也是挺高的 就是如果我的工作时间太短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支付这些 很高的费用 所以说我也是很迷茫的 确实不容易 因为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并且肯定会遇到语言上的障碍 然后对美国文化的理解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国家 老百姓也都是讲究独立 所以他们需要自己去打工 需要自己去谋自己的生活 同时你因为孩子太小 所以存在一个接送的问题 这也让你打工可能受到了很多限制 所以生活也确实 我们可以想象 其实我们来到美国实际上 虽然都不像你这么匆忙逃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也会感到有很多问题存在 所以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关心你 同时能够帮助你找一份工作 哪怕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 哪怕是一种问候 我想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安慰 我向你提的问题是 你下一步 你有哪些打算 能不能向观众朋友说一下 我打算就是先找一份工作 就是养活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一直以来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 就是要为我的丈夫呼吁 我想就是开车 周围整个美国 我要让美国的公民知道 发生在中国的真相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的丈夫张爱涛 他怎样就是一个无罪的人 怎样被众判如狱 然后遭受了这些惨 惨绝人寰的一些人权迫害 我也想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 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也想到华盛顿 寻求美国川普总统 川普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我也请求美国的 我也请求国际社会 国际人权组织 还有国际特赦组织 关注支持我们 敦促中国政府释放 我的丈夫张海涛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费用 可能实施起来是 非常的困难 不管怎样 就是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 她的释放 做出努力 我的丈夫 她不仅仅是我的丈夫 她 她是一位人权战士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 为他的自由 而竭尽全力 我也要为我的儿子 拥有父亲而努力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的丈夫 我的儿子小曼德拉 有一次和小朋友在一起玩 小朋友就在喊他的爸爸 然后我儿子也跟着喊爸爸 然后小朋友说 那是我爸爸 你没有爸爸 当时儿子听了 就有些生气 他就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 拿出爸爸的照片 说这是我爸爸 我爸爸在监狱里面 我当时听了 心里真的非常的酸楚 眼泪差点掉了出来 这个从未见过爸爸的孩子 他根本不知道父爱是什么 所以 不管从哪一方面讲 无论再苦再难 我一定要要为我丈夫的释放 而竭尽全力 观众朋友们 李亥杰告诉我们 张海涛用帮助访民和言论 而被中共迫害 他目前正在监狱复兴 李亥杰带着孩子 小曼德拉来到美国 目前在为生活而奔波 他将继续为张海涛的获释 而呼吁努力 请大家关注张海涛的命运 因为他的命运 连续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李亥杰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